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衣的东方在联赛依旧没有放松 美路史南日大步大步推入禁区 扎位都来试试他 气球斜出 之后有个弗球开出 投锤一下 两下 最后就落在基奥云尼的脚下 禁区便起脚不中目标 这个射手近期就fit到漏油 这场没入球就当头头 聂凌峰远射的托出 力格斯跑快点 在左路斩中 几个云尼顶得中 但还是不中弄 不如试试助攻 的确看得通 郑少伟后发先指 快脚把球送入网 金贵养了伤一段时间的他 四日复出之后首个入球 不用手 东方在38分钟打开记录 之后他还有机会的 突破越位之后 横传位置更好的郑敏榮 哎呀 不差点 半场领先一球的东方 东方在换边之后 入球了又 郑少伟转身起脚 好事情伤 东方在54分钟拉开2比0 东方大部分时间是占上风的 对方来过反击 这一脚威胁就不算太大了 东方攻势依旧多 但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第三个入球 基奥云尼又来 守门员不肯 这边双叶红辉也有机会表演下新手 第86分钟 东方就被对方追回一球 入球的是黎厚熙 最近吃过大蛇气的基奥云尼 真是非常之积极地争取入球 这一球是大好机会的 但顶着没 没运了 比起没有入球更麻烦的就是 他在赛事尾段的这次进攻 突破之后一级过了 但最后就扭到脚 希望他没有大碍 结果东方赢2比1 全取3分 当然开心 最重要是要多谢队友和教练 长一场都鼓励我有机会下场 亨利入球 入球 出场之前的队友 亨利也一定要入球 无论外援好 华人球员很好 他们都这么鼓励地支持我 自己都幸好进入了两球 希望都有交代 未来还有很多重要的赛事 贵美 希望球队承着这个势 可以先赢到竹中杯冠军 联赛还有一战 希望结智失分 我们还可以跟他练到最后